選一個霸王啦 死甲英雄 而且機械跟野獸都大霸王 我們會有比較多的玩法 霸王對每回合… 你可以按技能 買下一個怪會變強 按…這個按下去你可以存 你如果不買怪 一直按、一直按 你就可以存 所以你可以按100下 然後買一個多頭蛇 那多頭蛇就有100萬攻 怎麼樣?可以吧? 拿到體質任務 我這邊直接瞄解 也不要來一下 把這個賣的 然後一個體質任務 瞬間無敵 我覺得可以拚一下 這個…給的很好了 對面布萊恩…這一把… 屬性對他來說… 普通 一星科技、惡魔、機械、梅戰吼 惡魔有一張 現在有一張 以前沒有 電腦掉轉100塊 而且有一觀眾也跟我說 他能玩到100塊耶 好扯喔 中間最好解 左邊… 三個惡魔… 野獸 嗯…快樂無法擋 是不是啊? 你們現在要跟我講 快樂無法擋 那…如果拿球是…還是要拿恩若斯吧? 不然場面直接崩壞 選個球 恩若斯加小GG人 嗯…選這個好了 反正到時候都要換掉嘛 那個球解完 直接都垃圾 隨便撲一點就好了 謝謝你們提醒我 勿忘出… 一定要一直初衷 初衷嘛 初衷就是快樂 惡魔是戰吼喔 忘了 抱歉、抱歉 我被那個…暴力農場 迷惑了雙眼 那我應該把他冰起來吧 沒關係吧 有 先拿就好了 我們不挑的啦 是不是 曾經看過一個想變強的人 跟他一個只想快樂的好朋友 前者拉單槓 後者99 最後兩個人的手一樣撞 寓意是 殊途同歸 不如選擇快樂 這個說得太好啦 羽貓是哲學家吧?我的天 那我從今天開始要加倍99 加倍快樂 特訓班開始聊天室 我有需要注意什麼嗎? 特訓班開始 就讓你過癢囉 聊天室 這個太過癢 他這個根本就不會輸欸 還想要全輸兩把 到處扣人家15吧 還想輸兩把啊 控個五星蠻重要的 因為五星會…等等可以用這個5來三合一 那還是要拿暴龍齁? 拿錢也解不完任務啊 也是下一回合啊 選暴龍 然後暴龍三合一 暴龍 你們知道有什麼概念嗎? 前期最強… 五星單卡 你說到哪一張卡最厲害 絕對沒有人會忘了… 沒有人會說暴龍 不厲害的啊 幾乎沒有一張五星卡比他還能打欸 如果單看單卡來說的話 真的沒有任何一張比他造 寶寶多 百二強 寶寶少 百二根本根本強 再來一張戰吼 魚人有戰吼 欸? 沒魚人 抱歉 還在睡 還在睡 沒魚人 鳥、恩若斯、怎麼樣? 過欸 鳥、復生 嗯 別急 到時候大家都有 哇 別急 這回求您必要主動刷牌 剛解文的瞬間 是不會出發的 把他那個沒跳的時候打掉了 還想跳啊 沒門 -15 沒門 我才是跳 今天請更一日 但是… 對 有直播嘛 拿這個要轉跳 那你要先買放來受力欸 要不要? 我看起來是跳蛙 沒錯啊 先買 有人會買這兩張啊 欸…我覺得好像也可以齁 鳥直接弄了 嘲諷 我覺得也可以拿 那鳥要不要按個1啊? 反正就…魚一塊嘛 按個1 元素配球就一直有元素啊 元素不會斷 然後還會三合一 月死 月死超厲害的 蝦蛙嘲諷會讓我的… 鳥的觸發會變笨就是了 打後面兩隻 哇塞 他怎麼那麼強? 這樣都能贏 在下面刷就有男爵了 因為智慧球的工具人套餐是有男爵的 大家要注意喔 不用升級 在下面刷就有男爵了 你看 男爵在這裡 這是我所說的 為什麼… 在下面刷就好 無能升級 男爵要不要按技能呢? 按技能會攻擊力再更高 可以 是不是? 那我們要賣哪一個按技能? 賣一隻怪 無色比較沒用啦 但是無色會不會三合一咧? 嗯…這一隻洗回去吧 嗯…對…我覺得讓蛇回去比較好 蛇回去 然後拿蛇 然後無色看能不能刷個三合一對子 然後把每個野獸都點一五 防爆爆 現在是不能…現在還…這個組合… 造門就是怕爆爆啊 沒番後來看牌 那主播肯定要… 給你們快樂一把 呃…要不要直接… 升級啊? 升級有六星 可是有點浪費錢捏 沒必要啦 嗯…就直接合就好了啦 然後一直刷啦 因為工具人套餐會直接給牌 欸…這個…我連這一隻…要不要拿這一張啊? 這一張給個5 給個5 給個男爵 沒中就全扔掉 我繼續刷 呃…還要賭一下嗎? 五星… 你等於說一塊錢代價啦 因為這個是一塊錢… 可以啊 我怕會打到死 還是要扔 我這個強度是高的 好不好? 不存在打輸啊 我戰鬥男爵A不死他喔? 戰鬥鳥 行了吧? 小鳥摸摸拳 摸摸你的小鳥! 鳥、鳥、耳蛙 再一個合一 然後直接碰男爵 暴龍 哇 連鎖是怎樣? 連鎖是怎樣? 哇 瘋狂連捏 是怎樣? 對面應該…應該說看傻了 這個人在幹嘛? 這個人在犯罪啊? 呃…要不要讓鳥按個1變大? 好像… 也蠻可以的齁 鳥變大 暴龍想要扔掉欸 換這一隻 這隻比較香 哇塞!這就是智慧球嗎? 這就是智慧球! 我想這就是智慧球吧! 鳥直接三合一 有跳就好了 不用…不一定要跳很多 因為我怕你男爵直接死啊 然後什麼都沒觸發到 畢竟你是金鳥 對吧? 喔 真金男爵嗎? 比大你不會死的 那…這一局是比較少見的… 我的組合強度夠高 所以你們看我… 跟平常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的蛙是沒有貼復生的 一方面復生蛇好像也沒到啦 那… 在這種局…你就不一定要復生蛙了 如果你怕…對面動太快啊 會破壞你的牌序之類的 不過這一把也沒有什麼旋風 沒有 沒有旋風也可以拿一下 所以其實嚴格來說也沒瘋怒啊 必須來說也沒瘋怒 你好好防爆爆就死機了 所以這一張可以拿 兩個鳥可以拿 鳥不用太大 鳥不用太大 把老鼠扔掉一隻 呃…鳥不用太大的話… 那…我是不是… 媽就等於可以扔了呢? 對啊 可以直接把媽扔了 故意掃一隻 男爵壟斷 然後接下來就是復生蛇時間 那…剩下的牌不用拿嘛 讓對面先手 無敵的吧 反正是… 最小的是蛙 謝謝你啊 有嘲諷囉! 中國一揮也沒用 只是在幫我膨脹而已 來 狗屏逼一隻看看 U2看了兩年 上禮拜七在開刀 現在每天都在加卡 英雄正常 等你的影片 看到修根就跑來找你了 祝你早日抗復啊 小嬌趕快好起來 是不是? 害我們奔跑 害我們一起快樂! 有一個體系玩法是…那個… 金黃版本的 你們覺得怎麼樣? 就是… 1號小黃版本的 很強喔 跟各位說很強 按個1 買個黃 嗯… 不對 嗯…黃根本不用按 黃就買了就好了 所以買兩張 然後黃放1號 對面野豬騎士 假設是金卡 男爵如果套到盾 是無敵的 現在怕被炸光 就是這一隻要貼嘛 這個寶石貼一下 霧射一下 直接正面擊穿 果然是動四下欸 那我這個擺的還不錯 啊 沒選手 沒選手就虧一點 男爵有盾了 哇 無敵了 他…等等那個野獸會互相循環 然後一個都不會死 所以這邊… 這三個肯定不會死的 然後男爵也不會死 就黃… 黃這個東西可以防…什麼… 金色、金色狂風啊 一些有的沒的 其實真的蠻厲害的 說…跟大家說真的 其實蠻厲害的 你看 三千、三千 這邊一萬 這邊一萬 這是有黃 可以做出來的效果 那假設你有先手 就更安全了 對不對? 先手就逃…對 你終於把燈物解完了欸! 他那個輸兩次 然後沒輸過 你終於… 那現在鳥 我覺得不需要了 我應該就一直刷就好了 防個灰 防個灰 要不要買…買這一張啊? 然後…刷一個烏射 然後… 不行 這樣我點不掉 我先…先有烏射才能點 要先有烏射 那就一直刷就好了 嗚呼! 那…這張可以拿嘛 等等附身鳥 我們先感謝一下我們風花雪月啊! 十分訂閱開送! 然後… 金黃來也 第二隻鳥套一下 沒套到 沒關係啦 我真… 復活起來 再戰! 這裡有黃變金色啊 然後…滿盾啊 所以其實鳥被熊媽弄大 我覺得也是可以接受欸 因為假設你最後要玩… 這個… 黃金甲型態的… 跳蛙 是可以讓牠變大的 太OP了 剛好15 帶走 跳蛙有盾! KO! 喔! 太專業了欸 這真的是玩跳蛙玩得太多了啦 所以… 戰術螺旋式上升欸 我們… 如今玩跳蛙已經是到… 到這個型態了 就是我們用一個1號黃 放1號嘛 那對面是狂風先動 就打這個 然後接下來打蛙 或者是你要… 黃多頭蛇 你也是… 黃撞一下 盾多一點嘛 如果套到男爵 就是100%團 100%無解團 但是你黃套盾 也可以讓爆爆… 大的時候 多扛一個3.3害 對不對? 那破解這個組合 最… 最好的配置是用金爆爆加金男爵 但這個太難組成了啦 只要…只有霍格… 前無限體系 才破得了這個陣 其餘的話 都破不太屌 蛙加附身 只是怕牌序 那…你前期… 威力不夠的時候 需要附身 但如果你… 夠強 就不用附身 應該是這麼看 那有附身也沒關係 有附身 你還可以用多嘲諷來穩牌序 你也不用擔心蛙 牌序不好啊 幹嘛的 那個 附身蛙就是給你… 提高組合上限的啦 但如果… 所以你前期通常都不夠強嘛 因為蛙… 的難點都是在找跳蛙 不是不是找跳蛙 找男爵啊 男爵都找不到 那附身蛙… 可以在裡面金男爵 甚至連普男爵都沒有的時候 微微的提高戰力嘛 對不對? 沒有…沒有所謂的一定怎麼樣、一定怎麼樣 因為… 跳蛙這個玩法就是… 有太多的… 變化方式了 太多了